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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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月子发出来很平淡 平平淡淡是说这 太平淡了 这个话的这么个意思 所有糖尿病的问题就是要注意 实际上这个话题也该这么讲 在你血糖不高的时候 什么都能吃 那你就吃了多了不就高了 不要叫它高啊 平衡 平衡 什么都不灵 知道这意思啊 这是问题吗 实际上治疗糖尿病 防治糖尿病 核心问题就在于我说这一句正经 摆平这四个字节的关系 什么时候能吃 血糖低的时候能吃糖 血糖高的时候绝对不能吃糖 当然 其实这个是代表每一个世界的血糖 并不代表整体的血糖 我说的血糖平和是 你正在二十四小时内 维持个正常水平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 我们很多人以为 糖尿病的问题就是血糖高了 这个话是理解是不对的 哎呦 大多数人都是这么理解的 这个理解就有错误 应该是糖尿病的问题是 血糖它的调节问题出了麻烦 不能正常调节好 该高的时候它不高 该低的时候它不低 哦 这个才是对的 所以 所有糖尿病的人 几乎都知道这个 低血糖的难受 嗯 甚至于 他怕高就变成低了 他有这个情况 他起病的时候 好多人都血糖尿病 起病是以低血糖起病的 哦 这么个阅历 为什么 它的血糖条件不良了 嗯 它就低了 不该高的时候 它一到处有封密的 太多次后 就把血糖又降下去 所以你看 你要是去问的话 凡是有糖尿病的人都知道血糖低 为什么它本身是叫糖尿 你这也是平衡 刚才这句话没有解决好 就出了毛病 哦 不能片面的理解血糖高这个问题 对对对 它一定是个这个控制旋律 我们临床上如果破解血糖 每次躲闹低血糖的人 一定要怀疑它是糖尿病 哦 这句话 大家一定要记住 每次发现有低血糖的人 他常发病 你像你正常人血糖的话 他就饿一点 他不低血糖 调节能力强 他调节其他的脂肪来什么来保护 但是那个胰岛功能不行的人 他调节不了了 所以他最后就写低血糖 你不要美的说你这这低血糖 还能糖尿病 说不定他正是糖尿病 但你知道很多人都会想 这人不同的人的体质得了糖尿病之后 因为方法都不同 你的症状也不同 所以我们想看看 比如说肾 咱们都知道肾分阴阳 对吧 比如肾应许体质 这样的糖尿病患者 你要注意点什么 看他的表现 耳鸣 腰酸腿软 失眠健忘 口干 对 大家对号入座 这个都是比较最常见的糖尿病类型 喝的多嘛 是吧 缺水 消可症 光想喝水 这是应许体质的糖尿病 露豆呢 荞麦呢 都是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 这不能太高 你说这个 蕨麦 糖尿病 血糖高的时候可以吃 他不是说 瓜吃蕨麦 大量的吃 还是血糖高 你不信 自信看 天哪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只是相对而已 说蕨麦比这个比白面呀 升血糖卖点 哎 结果你要理解成说 哎 这个吃蕨麦嘛 是两万三万 你干上两万你看看 可不出状高 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咱们容易理解 大时候 我刚才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所有的一切都依据你自己这个血糖 我刚才说那几条鱼子嘛 是啊 平和不平和了嘛 嗯 所以这个说绿豆和蕨麦是可以的 是合适的 嗯 不是说这个大热吃也合适 虾比胶儿也合适 那不适合的就完全不能吃了 大热的东西 静儿就少吃点 这个 桂皮吃剂呀 这么个情况就少量的呀 作为调味品那点关系也不大 肾阴虚体质多表现为 腰细酸软 耳鸣 脱发 失眠健忘 口干口渴 五心发热 消瘦 饮多搜多 蛇虹虎胎 卖细鼠 这种体质患者是一食用干寒之品 如绿豆 小麦 蕨麦等性味偏凉的食品 对症状有减轻的作用 切记食用大热的食品 如辣椒 桂皮 生姜 大蒜等 另外 对于肾阴虚体质的糖尿病人 江教授特别给您推荐了一个药方 沙参玉竹老鸭包 沙参30-50克 玉竹30克 黄金15克 枸杞10克 老熊鸭一只 葱 姜 盐少许 制作方法 将沙参玉竹生姜洗净 老鸭去毛洗净 全部用料放入砂锅内 加适量清水 无火煮沸后 稳火煲两个小时 调味即可 分数次饮汤吃鸭肉 本汤是常用的滋补汤品 汤中 沙参性味干寒 功能滋阴清肺 养胃生筋 除虚热 玉竹性味干寒 滋润多液 有养阴润造的作用 两味合用 滋补养阴力大 老鸭有滋阴补血之功 俗语说 嫩鸭湿毒 老鸭滋阴 用于调补食疗时 多选用老鸭 本草求真还以为 鸭食之阴虚亦不见灶 阴虚亦不见冷 生姜贱味又可除鸭心 合而为汤 滋阴清润 去疾补虚 适用于中老年糖尿病患者 如果你是怕冷的话 可能是肾阳虚 我们来看看你适合的和 不太适合的东西 这里头就是这个韭菜 韭菜籽 核桃 山药 这个羊肉 不肾的了 我觉得羊肉可以 羊肉 还特别写下了羊肾 那当然羊肾你也买 买个那少啊 你现在买个羊腰子也不可以 羊肉也可以 羊肉也可以 但生冷的东西少吃一点 对 你看在这儿 渗阳区的就 乔麦绿豆可不能吃了 刚刚肾阴许你可以吃 肾阳区这儿是少吃了 少吃不肾 绝对不吃 对 肾阳不足体质多表现为 腰膝冷痛 胃寒之良 精神萎靡 性欲减退 夜尿多 舌淡胎白 脉沉弱 这种体质的患者 应该食用具有温补作用的食品 如韭菜 核桃 山药等 可以补充体质的不足 切记食用生冷的食品 或寒凉的瓜果蔬菜 如荞麦 蘑菇 绿豆 驴肉等 此外 对于肾阳虚体质的糖尿病人 江教授根据多年经验 给您推荐了一个药方 山药粥 生山药60克 大米50克 制作方法 先把米煮成粥状 生山药调成糊状 酥油蜜炒和凝 用池揉碎 放入粥内食用 山药含丰富的淀粉 蛋白质 矿物质和维生素等成分 神农本草精 既有补充益气力 长肌肉 久服耳目聪明 本草钢木仔 易胃气 健脾胃 止泻力 化痰咸 润皮毛 山药中的粘液蛋白 能防止心血管系统的脂肪沉疾 保持血管有弹性 防止动脉周样硬化过早发生 减少皮下脂肪的积累 避免出现肥胖 山药粥是易瘦健美的好食品 那能不能推荐给我们一种 就是大家比较平和 都可以吃的东西 我知道南方人特别爱喝一个 最近也有研制 叫葛根糖 它是做成糖类的 但我不来了解这个葛根它的作用 这个说起这个葛根啊 这个还有个故事 有一个这个 岳外家 这个是一个大官的嘛 这个都划地 要把他买蒙草子 剩下一个儿子嘛 这个都跑出去 找这个采药采药的老头家 老头呢 就跟这个孩子讲到这个 这座葛根 他什么名字倒是 说这个东西啊 可以吃的子嗑生精啊 止咳生精的 精液 就是水风的精液 结果呢 这个说了这个话以后呢 他就不拿这个东西煮来喝 也可让治病有这个 所以这个糖尿病的 甚至这个葛根啊 现在就是糖尿病 包括腥血管病 相当于也都有葛根素 提取出来的 都有夸张血管 而生精子科这个都很好 所以有这个情况呢 他就把这个 后来他就跟人 他也就跟老医生学医了 人要问他什么名字 他也这个刷不上来 最后他本来姓葛 他就说他这是 唯一留下的一个羹苗 谁叫葛根吧 这样来的 长得有点像根啊 这个实际上就是羹 就是哪 什么的羹啊 就是那个藤类植物的羹 一种藤类植物的羹 这个在中药里头又有的很多 对于这个糖尿病 对于这个 拉肚子的 拉肚子啊 我们把这个花蕾配在一起 就是这个夏天这个树立 在这儿这个树立 叫葛根青蕾 就是葛根加花青花蕾 前一代我们有同事还 夏天拉肚子呢 说出差回来吃坏了 吃这个花青花蕾加葛根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 这个葛根呢是这样 摩粥啊 注意啊 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 这个米啊 要少一点 大米要少一点 这个糖尿病 这个喝粥啊 雪糖生的最快 他们说那米汤 剩过一碗糖 对的 太厉害了 马上就升起来了 这个我老伴子 这个雪糖 给我糖尿病 不敢喝粥 我爱喝粥 叫他给我管住了 喝了粥找的最快 所以这个啊 要米要少一点 不要太多 嗯 意思意思得了 有点米的意思 你都行了 有点意思 或者这个放点绿豆也行 这个配物记住了啊 米少量一点 咱葛根多一点 这适合于所有的人吗 比较平和吗 呃 鲁砂锅内 加水五百毫升 文火煮至粥稠服用 功效 清热除烦 生筋止渴 适用于阴虚火旺型糖尿病 正见口干多饮 多食一击 大便干节 尿色混黄 舌红少筋 麦向细滑鼠 这个苦瓜呢 有几种方法 一种呢 就是这个 咱们平常吃的这个草 都吃苦瓜 嗯 炒蒸 炒苦瓜呢 这个是这么个意思 苦瓜还就要那个苦 嗯 可不要把那个整的不苦了 那带茶饮是什么意思呀 茶饮呢 就是把这苦瓜晒干 晒干 干苦瓜干 嗯 苦瓜干泡着水喝 同样也是这么苦吧 对 那就要那个苦的 不苦了不定了 这个呢 这个苦瓜呢 还可以做这个大植 做苦瓜水喝 那更苦了 哎 很好喝 您喝过 我喝过 苦瓜呢 压榨成水啊 咱们这都果汁鸡嘛 把那个挤成水啊 我喝的是很好喝 你就要那个苦劲 你不要不苦 不苦那叫苦瓜嘛 那苦瓜就以苦为乐 好 这个 所以这苦瓜呢 是可以吃的 但这个不可以理解成说 吃了苦瓜 就把血糖都降低了完全 它只是辅助了 辅助左右 所以这个我就是知道 我又有奉解好多人 跟我说 我都都吃苦瓜 怎么血糖还高 那你 那你不能那么闹啊 你都把你一天到晚都吃到 而且苦瓜你也不灵啊 瓜靠着它是有泄的 对 就要学会苦中做乐 他是这样 苦瓜能泄火 能清热 能对这个血糖有些帮助 嗯 这样都可以 好的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 我想说说病剂 就得了糖尿病的人 应该注意点什么 大家都熟知 你比如说糖尿病 不能吃糖 但是你吵到口袋里 抓着糖 你又一闹低血糖呢 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我这个要给大家 反复强调的是 要明白这个糖尿病 经常测血糖的重要意义 哦 那每天我们都要 时刻监测自己 这个大多数是这样 应该是 我们通常是 节测是 空腹后和菜后两小时 这样的解测 如果这个正常的话 就维持这个饮食谱 就可以了 当然包括你的肉多料 你觉得肉多料大一点 你可以多吃一点 但是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 都特别害怕吃水果 说又不用 我可什么水果都不能吃 这对吗 这个呢 还是那句话 他那这多吃点水果 都少吃点米饭 注意这个败瓶 你注意这个大贱 我一直跟你说 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 高的死后 什么也不能吃 低的死后 他什么都能吃 他也能吃 怎么不能吃 所以一定要是这样 这个事宜的 我觉得还是应该记住 这个大家都知道 遗粮不易热啊 遗清淡不易口重啊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但是有一条大贱 此所以不能知道 就是不知道这个每一个能吃 不能吃都和你的血糖 平衡有关 你渐渐跑步 又多了 那就多吃点也可以啊 你再测量 它还是平的 因为运动饮食也是这样平衡的 是啊 假如如果你这个血糖高了 你这种药物不行 你得加料吧 你看是这么个意思吗 所以解决四个平衡 就形成我们的饮食又多 紫尖的一个最重要的月子 但我还知道您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汤 我从来都没听过啊 我一看这个名字觉得挺神奇的 这好像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福音 猪仪汤 猪仪汤 猪仪在啊 这个在传统中间啊 猪的仪草嘛 过去咱们就拿那个东西做肥皂了嘛 这个都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范儿 黄旗补气 山药补剩 这个又又这个做做 所以说气因双骨 又于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饮食 猪仪汤 材料猪仪一个 黄旗60克 山药120克 制法 加水煎成汤 猪仪和汤都可以食用 另外也可以将猪仪子备干 盐成末 每次6到9克 每日三次服用 功效 气因双骨 适用于各型糖尿病 但我的感觉啊 这个东西啊 也是不能料太大 最重要的我记得 我记得过一次是 糖尿病人能吃南瓜 他光盖南瓜 吃盖的脸都黄了 都长成南瓜了 南瓜公公 那也升高血糖 南瓜也升高吗 他光吃了 光吃这个东西 谁也夹不住这个东西 他就是我跟你说 这个道理就是说 比起其他的瓜来说 这个南瓜是要好一些 你可不要太高 太成熟 我就吃南瓜 我就吃小米 我就吃苦瓜 你照样升高 你不行 你试试看 我想问一下现场观众朋友 一般比如家里有糖尿病人的话 会吃点什么药 因为江老师特别强调 说其实吃药有很多讲究 我老板他是糖尿病 但是他吃的小壳和白糖片 吃饮食方面 我没有很能计较 他都啥都均衡的吃 我觉得他的糖尿 血糖很好 控制的很好 均衡的吃 在他饮食 我没有特别的给他很积极 啥都吃 但是啥都不吃那么多 我觉得他的 摆平了 我们做的连接看了 那边吃啊 吃些啊都可很好 你这个 你这个是要这样 你要说你这个吃的好和不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指标 血糖是不是在正常范围里 在正常范围里 那就很好 那就好 但是刚才他说的两位药是对的吗 对的 工作后两个小时以后 他血糖都控制到5点多 那很好啊 所以一多是6点多 好我们再看看下一位观众 我本人就是个糖尿病患者 所以我现在吃药呢 就是主要是吃那个二甲双瓜 可以 和那个胰岛素增鸣剂 就那个爱听 因为我去做过那个化验吧 我实际上是一种高胰岛素血症 就是我胰岛素的分泌并没有问题 只是瘦体就是 不能够充分的利用 就是一道素抵抗 对一道素抵抗 所以我吃这个药 我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 另外呢就是像大夫所讲的 就是要饮食要痛制 还有就是要坚持运动 对 所以还有心情要好 这几样做好了以后呢 我觉得 做的还是不错的 好鼓励他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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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这个要注意 你这个这个 现在我们发现中药里头这个黄莲素 对于这一种类型的糖尿病 都有好处 尼党素抵抗 对 对于他来说好黄莲素 那这拉肚子的那个药 对 中药里头提取的 它可以怎么吃 大概饭后吃三片可以 每天三次吗 对 你现在大便不干吧 不干 可以 这个你估计啊 吃点黄莲素 对你这个类型可能有好处 好 听江教授的 多给了你一方吧 谢谢江老师 谢谢 有一条要注意就是 不留有什么这个酱糖药的时候 就是注意 吃了酱糖药就要吃饭 不然呢就给你低血打了 去了药就要吃饭 这个要注意了 我发现好多人 尤其大家一块吃饭 他是个糖尿病 他这菜还不齐 你说这个 我有一次饭馆一块 想个这个吃饭去了 走到楼上那个人就低血糖了 我说到了饭店里以后 跟那个人说 把你和别人做好那碗面条拿过来 就赶紧我这个人吃了 他饭病了 对 他这么个气 你的药和饭一定要不吃 你一定不是死结算好 算不好的都出麻烦 哎枸杞子是可以降糖吗 多吃枸杞子好吗 这个 这个是补剩的 补剩的 降糖左右还要注意 还要注意 蹦生也有糖 它里面是甜的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小方法吗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保健食料是麦冬茶 麦冬 党参 北沙参 玉竹 花粉各9克 乌梅 枝母 甘草各6克 制作方法 将以上药物碾成细末 每日服用一剂 白开水冲 带茶饮 此方具有气阴双补的功用 适用于各型糖尿病 另外特别提示您 对花粉过敏的患者需要去掉花粉 麦冬茶可养阴润肺 清心除烦 异味生筋 清咳 适用于热病经伤 烟干口罩 便秘虚致凡热 所以我对大家最大的忠告就是要注意 劫测血糖 注意调节平衡 只有这个平衡搞好 血糖摆平了 它病发症才能下降 痛风 痛风之前的这个诱因是因为叫什么飘灵高了 对 是吧 那可能好多人不知道这个飘灵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先跟我们说一说 这个痛风这个名称是西医的名称 中医把这个病叫做臂症 臂症 臂症 臂就是那个 臂住了 麻痹的臂 麻痹那个臂 另外呢 也还有一个名称呢 因为它这个痛风啊 这个关节 这个脚上这个会疼得很厉害 嗯 所以这个中国古代对这种病呢 就叫做白虎历劫峰 哇 这名字够通往的 这个是什么 历劫就是指的这个 主要是脚上 脚的这个脚趾头这个 大拇指的这个小拇指 旁边这个 这个疼啊 嗯 说这个是这个 拇指这个关节的地方疼 啊 另外一个呢 这个疼的那个程度呢 就是老虎鸟上那样疼 老虎咬住你了那种疼 就忍受不了了疼 这个啊 确实是古来有之 大概我这个 前后当医生啊 差不多就是 我六八年当吃脚医生 不是有四十年了 刚刚开始疼疼 我现在一年都看的痛风 等于我前二十年 看的痛风的总和 呦 增长速度这么快 发病率很高 我这个年初看病的感觉 大家别觉得痛风跟自己远 这个 这个为什么 这个大概啊 和这个生活了 节奏了 这么一个情况 有什么关系呢 生活节奏紧张 紧张 饮食内容的问题 饮食 所以这个痛风的问题啊 它一定是和饮食有密切的关系 嗯 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看看这个 大家要理解这个 痛风它本质上是一种 形成代谢的一种病 嗯 形成代谢就是物质交换啊 嗯 你比如说糖尿病也是形成代谢的 是的 是这个意思 糖尿病的问题呢 是糖的代谢发生了问题了 嗯 这个的代谢问题是 蛋白质 癌基酸 发生了问题 它导致出来痛风症状 这个缓解这个物质呢 它一般是飘零 对 飘零高了 一般就通风了 这个 那么我们解液上呢 一般称为血中的尿酸 尿酸 尿酸 大家现在体检都会有这一项 尿酸指标高不高 对对 大概这个 现在你要发现 你正常人的血 可以有尿酸高 不可以 不一定疼啊 是的 不一定疼 因为它有疼痛 它是有诸多的因素 高尿酸 不得于是痛风病了 那是不是容易更 更加容易的 高尿酸 它是痛风的基础 它肯定是有 尿酸一定是 痛风一定尿酸高 高了尿酸 还不一定到了痛风这个阶段 就是它当然还有些其他因素 比如说这个 冷气啊 劳累啊 这个受害啊 都可以加重这个发作 这是一定的 我们平常啊 有时候看到一些人的尿酸高啊 吃海鲜吃的 喝啤酒 喝的比较多 还有一种啊 我就是说他 他就是 那天我来个病 我一看他 我说你这个尿酸高 我说你吃海鲜了 哎 哎 我不吃海鲜 喝啤酒了 哎 根部不喝 我说那你是吃豆腐多啊 确实他吃豆腐多了 他刮吃豆腐 豆制品吃多了 尿酸高 对啊 它也飘凌润多 飘凌多 嗯 豆腐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 各种豆腐都有可能引起 豆类 只有豆类 嗯 豆类 它都是还飘凌高的东西 对 这个大概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是对每一个人都是要注意的 还有一个问题 他都喝啤酒 喝啤酒吃海鲜的人很多 是不是人人都得 那可不一定要 那可不一定要 所以他这里边还有一个本身的一个 原来的体质状态 他发病含有性的血迹 不光光是吃啊 不是说光光是吃 那么一口海鲜也不吃得上 是不是他就不得了 那也不介绍 但是少啊 全是少 什么样的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引发痛风啊 这个现在还很难判定 判定 很难判定 但是呢有一条 你就得要经常啊 啊 最好提借的过程中 看看尿酸是不是有高的趋势 这个还是有点意思 哦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飘凉味的东西 摄入要限制 飘凉指而豆腐 这个海鲜 豆腐 酒 啤酒 啤酒 还有这个 过副的肥肉 这些都是有问题的 哦 大肥肉 别吃了 嗯 总热量的摄入得适当 对 这个是一定的 这个你也不 你不能整的通肠耳液 就我看过的病人来看 好像这个痛风的那种 泡子比瘦子多 哈哈哈哈 你看那腰围粗的人 感觉上是这样 感觉上是这样 嗯 我们再往下走啊 具体的来看看 嗯 好 我们会分类 菜肴的清淡 维生素 无基盐摄入的丰富 和水的补充都很重要 哦 这个要说这个水啊 这个水啊 对于这个痛风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它 可以吸食啊 通常我们认为蘑菇的话 是不是还清淡吧 对啊 那草果菜要衬点蘑菇嘛 蘑菇 蘑菇里头的漂流 还是比较多的相对的 所以还得注意 这个就是说这个清淡 和那个清淡啊 还不一样 蘑菇也是要少一点为好 它这个啊 不要搞成绝对话 我说这个海鲜豆腐这些 只是是 装体塑料上要少 嗯 不是说你尝了一口 也尝了磨气的 那个可点 豆浆和农茶 这个也是一个意思啊 这个我这主要 要跟大家说这个 是理解不理粗 我也想问 您不是一直跟我们说 要多吃点粗粮 在你人生 其他的说话 我们说多吃点粗粮好呢 这个对对对 这个可以 在这个冰上 可不能太多的吃粗粮 哈哈哈哈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粗粮里头啊 基本上经过也就啊 像这高粱啦 这个 这个荞麦啦 这些 黑面米 还得漂亮要比这个 其他的这个 大米白面要高一些 哦 像桥拌面 黑米面 黑米面 也是不大合适 就是说 你可不要把这个 把这个取走到 走得上我这个 你说抢蛋 我就多吃点五股杂粮 这个 是了也能吃 但你不要抓盖 抓吃就不行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就是说 这个这个特点 就是很贵 对 大概我们临床上碰见的 很多的人啊 除了这个以外啊 就是在吃的方面 注意以外 他便已经有痛风了 这个痛风 还有一个大问题 反复性和大 哦 这个劳胃 遭量 来回 所以这个病一带得上 几乎也是个中生的 你稍微不注意 他可能又来找你了 那可定 是吗 因为你形成代谢 怎又行 对 他这个环节上有着障碍 所以这个要理解这个 这种病 他和这个糖尿病 都写成代谢病 血糖我们说过 血糖是要保持一定的平衡 尿酸可没有说 这个尿酸要保持一定的平衡 尿酸是要降到最低水平 降到最低才健康 这个概念是不一样 对 所以这个呢 血液中的尿酸在理论上说 应该是尽量降低的 是的 而不是要升高的 这个血糖呢 可是不能低 这是低血糖 是 糖尿病也要老吃药 这个也要老 这个实际上很多情况下 条件影视器的效果 我感觉到比糖尿病 还大 所以尿酸高的人 要注意吃精粮 飘零是有机化合物 在人体内氧化会转变成尿酸 海鲜动物的肉的飘零含量都比较高 当它的代谢发生紊乱后 就会引起痛风 飘零含量少或者不含飘零的食品有 精白米 玉米 卷心菜 胡萝卜 芹菜 黄瓜 茄子 甘蓝 萝却 南瓜 西红柿 萝卜 山芋 土豆等 那我们看到 其实不同的人 刚才您说到了 他患痛风的几率其实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的体质就决定他可能尿酸就会高 那可能 什么样的人 我们把人也分了一个分类 看看 在人际里面 先从胃说起 因为是吃嘛 先说胃 实际上 平常我们说这个胃的这个胃活比较旺的人 最大脚的就是喝的水朵 容易口上这个发椰三块 你看他那个嘴唇特红 唇红齿白的那种 对对 这种有意思 胃活比较热 牙龈肿痛 大便肝 舌红胎黄厚 这都是他的一些特征 大家记住 那么这种人在吃这个 吃这个质痛风的药 最后又比较清凉的药了 是这么个意思 食品也要稍微清凉一些 这是这样一个阅历 这样的人适合更加清淡一点 对更加要不能太热 要这样的时候你就 你那个花椒啦 肉贵皮啦 这些东西热的这个芥末啦 适合吃的当然是良心 因为他本身内热嘛 所以这两个比如苦瓜 黄瓜西瓜香蕉大白菜 这个大家要是理解 就是说这种情况下 一定不要把适合吃的 倒车是可以大量吃的 稍微多一点就行了 你复杂的会煮到鸡蛋 一煮到鸡蛋 这也出毛病了 就像我们车糖尿病说 光吃难过了 血糖还是味高 那可定 但这样的人他不能吃的东西 我们再看看 就一定是温热的 一般的就是这个 这个鲑鱼和荔枝 荔枝 是比较 因为韭菜我们通常的 大多数是大的调味品吃 这个也关系不大 包饺子的时候 饺子呢 偶尔吃一朵也问题不大 也问题不大 但是这个鲑鱼呢 荔枝呢 对这一匹有上火的可能 那吃荔枝要小心一点 还有那个 那个 现在咱们也都知道了 那个榴莲 榴莲 有人南方人特主张吃榴莲 特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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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榴莲热量大多 那是大骨 它是吃榴莲就要吃三竹嘛 一个是果王 一个是果后嘛 是的 那三竹是特凉吧 三竹凉 一个特热 为热体质者多表现为 口渴吸饮 肖骨扇肌 口臭 牙龈肿痛 尿赤 大便肝 舌红 胎黄厚 麦华硕 这类人适合适当食用生冷食品 及良性瓜果蔬菜 如苦瓜 黄瓜 西瓜 香蕉 大白菜等 不宜吃温热性质的食品 如荔枝 桂圆 韭菜 葱蒜等 此外 对于胃热体质的痛风病人 江教授推荐您食用 卤笋 萝卜蜜 材料 绿卤笋 80克 胡萝卜 300克 柠檬 60克 芹菜 100克 苹果400克 制作方法 将上述材料切块放入榨汁机中 浊量加入冷开水制成汁 然后用蜂蜜调味饮用 功效 被称为蔬菜 蔬菜 芦笋 营养价值最高 每1000克鲜 鲜鲜 中含蛋白质25克 因含有较多的天门冬鲜 天门冬鲜 酸 及其他多种咬体灶带物质 可防癌抗癌 对心血管病 水肿 膀胀等疾病 均有疗效 芹菜 具有清热除烦 瓶肝 沥水消肿 凉血止血的功效 中医认为 胡萝卜胃肝 性平 有健脾和胃 补肝明目 清热解毒 壮阳补肾 透枕 降气止咳等功效 长辅此方 具有沥尿 和降低血尿酸的作用 这个湿热呢 最常见的一个感觉呢 就是口渴了 不想喝水 口渴不运痒 那么有时候肚子这个地方 觉得有点炸气的感觉 一般沙太比较厚 舌太腻吗 对 有点腻 这个呢 也要医生看 也要刮自己派电坑 我后来发现咱们好多人 希望这个就是 听我这一说 就都会大医生 这个可怕还 口渴不多喝水 肚子这炸 舌太厚 这个大致上就有点 这个湿热 有点湿热 那你应该怎么样呢 适合的白萝卜 竹笋 这有蘑菇 对 它这个竹笋 是从蘑菇的这个 清带这个角度上来 是这么说的 但是呢 这个不离多呀 多了它漂亮多 咱们刚才说 也是还是要小心 这里头最好的呀 您觉得呢 冬瓜呀 冬瓜呀 冬瓜 冬瓜 冬瓜和这个猪笋 猪笋 这个猪笋呀 这个我是有点 觉得吃的那个有点土 这个不大好吃 咱说猪笋吧 您说猪笋也不错 猪笋呢 也不错的 猪笋因为它 这个 现在是大部分 有的是干的泡的 有的是已经发好的那个 对 发好的 鱼来片嘛 对对 这个很好 有没有罐头呢 就是做成的 新鲜的包起来 也可以 也可以 这个猪笋这个焦白 竹笋焦白 怎么吃好一点呢 就大概 通常是炒着吃吧 炒着吃 猪笋也可以烧汤 有的人炖肉啊 或者是炖汤 搁点这个 可以 但是您跟我们说 这个尿酸容易高的人 不适合喝汤啊 哎 这个字 一般咱们认为 这个喝点汤嘛 这个不 是啊 熬点鸡汤 这个 可是为什么说这个 碰风的人啊 尽量吃肉不要喝汤 光吃肉不喝汤 少喝肉汤 多吃肉 干货 为什么 那个汤里头啊 大概有一半的 漂灵类都 溶解到汤里头 你看他这个影视上 和其他厨都不 都反着呢 反着呢 你吃戏少吃醋 你都吃戏 吃肉少喝汤 像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理解 这个就是咱们平常 和咱们平常的常识上 有点这个 拧着 有点不太 对 那看完诗意 我们再看看 不应该 或者应该少吃的东西 对 这个很清楚 这个啊 不是说光有事啊 抓太太 别人都得 什么 什么痛风 你都不要猪油了 肥肉了 这个 草腰花了 爆腰花了 这个 这个 干燥了 这个 溜干劲 这这都 飘零很高 湿热体质者 多表现为 晚腹胀 口渴 口黏 恶心感 形体肥胖 大便不爽快 蛇红 胎黄膩 麦华硕 这类体质者 是以适当食用白萝卜 竹笋 蘑菇 絲瓜 冬瓜 等有清热沥湿作用的食物 不宜食用猪油 肥肉 动物内脏等 另外 对于湿热体质的痛风病人 江教授推荐您使用百合一米粥 材料 干百合 一米 精米各60克 土符苓30克 制作方法 将干百合 一米 精米洗净 土符苓用布包好 一同放入锅中煮粥 粥熟后 将布包的土符苓取出 每日分早晚两次服用 连辅两月 功效 一米即一人 含有蛋白质 脂肪 糖类 维生素B1 氨基酸 及一人脂 一人素等 其胃干 淡 杏凉 其药用功效为 沥水肾湿 去风湿 清热排浓 健脾止蟹 百合 含水鲜碱等多种生物碱 病含淀粉 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B1 维生素B2 维生素C 即钙 磷 铁等 胃干 微苦 性微寒 有润肺止渴 清新安神之功效 常识此周 具有轻力湿热的功效 那你给我们推荐一种吧 就有没有 比如说这么多年的经验 你有一个挺好的食方 或者药方 让我们大家看看 哎 白毛根 这是好东西啊毛根 这个白毛根 大家都知道吧 白毛根呢 就是这个 土名叫白草 那下边那个根 一般现在呢 药铺有些 我们药方都有清洗的了 是那种真空包装的那种 是吧 也有这个了 当然清洗的好一些 清洗的好 这个呢很平淡 没有什么大的味道 这个 袋竹叶 可不是咱们都 桌子上 拔一个叶子就行 那是大熊猫 那不是 不是那个 不是吃那个竹叶 那是什么 这个袋竹叶在装药里头 是一桌草包来的 这个袋竹叶呢 也在药铺子有的了 也可以不放 但白毛根呢 就比较好一些 你就这个 把这个啊 拿 这白毛根泡了以后 并和味道做到 味道是很好的 越南人特别喜欢 这个白毛根呢 所以这个荷脸 它可以有力食 就对这个力尿 当然这个力尿 左右不是太别强 清热左右强 清热的 清热的 但有些甚至 有点带鼻血的 流域 不是干燥出鼻血 这个也能 对这个也有好处 哦 干燥出鼻血的 可以 这白毛根很甜 味道也该是 味道不错 不错的 楼羹也行 楼羹就太大 太粗糙 楼羹就是楼尾那个羹 那很粗了 是的 很顶真似的 我觉得 太大了 这个呢 抓地放进去 泡的还是不错的 大家记住白毛根 这是好东西 白毛根饮 材料 蛋竹叶 白毛根各十克 制法 蛋竹叶和白毛根洗净后 放入保温杯中 以沸水冲泡三十分钟 带茶饮 一日喝完 功效 清热利尿 防痛风和病症 肾结石 那刚才我们也特别强调了哈 说完了体质 说完了人的不同的特性 那药 那不同的人吃不同的药 一定是不同的效果 大概这个 这个治痛风的药是这样 中药里头呢 有一整套的治疗方法 这个基本是以汤药为主 中称药呢 比较少 那个西药呢 它大概是俩种 一种是秋水鞋解 一种是别漂凉虫 但这个都要医生来开 都是处方药 都是处方药 那这个呢 就是注意这个 注意吃这些药的时候 这个俩种药啊 都有点反应 什么反应啊 恶心了 恶吐了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有点副作用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 不能和利尿药同时使用 那最后 江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他特别的推荐给大家的一个食谱 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 都经常自己在家炖点排骨汤 但是别忘了里面搁点土芙苓啊 看 土芙苓 这个是这样啊 这个呢 就土芙苓呢 是中医里头的一个制湿热的一个 云芙苓 土芙苓 这个不对 云芙苓是 云南芙苓是 白芙苓 白色的 卷的那种 土芙苓 猪苓 这都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 不用把这个倒成一个东西啊 弄得远了 这个土芙苓呢 这个啥子这样 这个我想啊 这注意是这么个结果 这里头一定要注意 这个喝汤可以啊 嗯 有一条要注意 就是这个骨头上边那个浮油啊 一定要给它拿掉 撇掉 你不把那个油再喝里 那都不漂亮 刚才不是说了吗 那又把那个干下去了 这个 这个是注意 刚干都要干过了 土芙苓呢 它30克就可以了 这个汤呢 500克就已经了 这个看你的 看你的 煮的汤多少了吧 一个人的量就有点多 这个东西呢 主要是这个土芙苓的这个作用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药 它是什么作用 清化食热 而这个 这个碰风在中衣里头 基本上可以说是 食热为 食热壁 摘得住 成分大 对 所以这个土芙苓很好 土芙苓现在南方搞得多 广州人很爱搞汤 煲汤喝 老百姓特别会做 我想问一下 一般在家做排骨汤的时候 咱们一般都会怎么弄啊 先用白水把它剪掉 把那波油给它撇出去 再换汤 换汤割了葱姜 就给它炖 不用割酱油 你是说拿凉水先把它冲了 还是说先拿热水把它焯一锅 先焯一边 先焯一边 对 把它焯了 焯五分钟以后 把它那油就倒掉了 哦 就管喝汤 就把这油倒掉 哦 把油倒掉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吗 排骨吧 先把清水把它烧开以后 把这个排骨下去 下去后再开起来 凉水 现在凉水清水下的锅 烧开把这个排骨倒进去 倒进去 再烧开马上 把浮上这个油撇完 然后把那个骨头捞出来 一块 原来汤都不要了 重新换清水凉水 重新煮 就是最干净完 还没有沫